在第十九届第四次定期会中 先议员陈宜君 针对蓝头县畜牧自治条例订定 有业者可能规避环境评估而分割土地 因此也希望农业处 能够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为民众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我想提两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环境评估的部分 我相信很多民众都很关心这个部分 我想先请问一下我们的环保局长 请问就刚刚王秋淑议员所提到的 这些氧气场 他们有没有做过环境评估 这个地方我觉得比较有疑问 这是民众希望我们能够传达他们的意见 会不会有一种状况是这样 业者为了要规避 需要做环平这件事情 而故意把它的土地面积 分割成一公顷以下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哦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规范上面 我建议在草案里头要做详细的说明 因为目前呢 我们看到在第三页 这里有写 依环境保护法规 应送环境保护主管机关审查 核准之污染防治措施计划 但经环境保护主管机关认定 非属因提污染防治措施计划者 免于减负 这个中间就是很吊诡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希望农业处 一定要把关清楚 你们很清楚知道 这笔土地是谁的 它的主人是谁 那一定有可能是透过分割的方式 降低它的 应该要送环瓶的一个土地的面积 那它就不需要做环瓶 但是我们都知道 其实任何的一个这个畜牧业 它除了有空气污染的问题 它还会有水源的问题 也会有土壤的问题 土壤污染的问题 那我想农业这个部分 我们南投县是农业大县 那县长积极要推动这个观光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创造一个 良好的居住环境 不管是对我们的县民来说 这也是一种照顾 针对今年水情市井的问题 除了影响到农业灌溉之外 也有可能会影响到 消防救灾用水的问题 因此也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能够透过较高层级的名义代表 来与中央单位协调 共同把缺水的问题解决 保障民生以及救灾用水的问题 今年的这个水情吃井的问题 它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农业用水灌溉的部分之外 其实还有一点也是我们要去注意的 最近有民众陈琴 他有提到就是在普里镇有一些地方 消防栓设置不足 那消防栓设置不足 它就是会影响到 假设有火灾发生的时候 那怎么样能够立即的 来到这个地方来救火 因为当地并没有消防栓 那你就变成要调派其他的水车 紧急赶快来到这个地方 来做抢救的动作 那这件事情我也问过 我们消防队里面 那这个大队长有跟我提说 事实上针对这些水源不足的地方 因为没有设置消防栓 所以他们有所谓的抢救计划 那我仔细看过这个抢救计划以后 我就问我们队长一个问题 请问如果同时在两个区域发生火灾 当然这是很不幸 那这两个区域又都是我们没有 试制消防栓的地方 那我们抢救计划在启动的时候 虽然我们有这个抢救计划 赶快哪里的水车调过来 哪边的这个消防队的人赶快来支援 但是如果同时两个地方都没有消防栓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无法做有效的灭火 所以回归到问题的本质就是说 当我们发现这个水源吃紧的问题已经是常态性 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我希望我们的主管机关 在跟自来水公司开会的时候 可能也可以透过民意代表的这个力量 我们请中央一起来解决 比如说也许我们请我们的区域立委 或者是我们请行政院中办 邀请这个自来水公司层级更高的人 一起共同来面对这个问题 针对县政施政报告内 台风灾害保健家园预算编列一亿多的预算 执行率以及发包率却偏低 希望县府公务处做出说明 在上个礼拜县长的施政报告当中 有一个叫做台风灾害附建工程保家园的部分 我们看到在109年5月的时候豪雨 那在这里因为这个豪雨 我们就核定金额我们的风灾 灾害的一个附建工程 编列了一亿六千多万元 要来做这个豪雨的这个抢修 那我不太了解的就是说 为什么一场豪雨就编列了一亿六千多万 核定的件数是七十亿件 但是我们事实上完工是零件 我们执行中五件 未发包六十六件 完工率零 发包率百分之七 这可不可以请工务处长解释一下 因为今年无风无雨也没有台风进来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启动这个所谓的台风灾害的这样的这个预备金吗 那如果真正有台风来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就没有钱了 这部分可不可以请处长说明一下 所以处长你指的是说 五月的那个豪雨 中央就核定我们七十亿件 然后核定的一亿五千多万的金额 是这样吗 针对南投县政府观光资讯网分类不够明细 而且内容不够丰富 造成许多民众查阅网站 找不到适合的旅游建议及资讯 县议员陈一军也建议观光处 能够与一些部落客的网页来洽谈连结 这样不仅能够节省经费 而且能够让内容更丰富 借此行销南投的观光旅游 南投县是一个登山者非常喜欢来的地方 因为我们在环南投县附近 有很多很棒的这个步道高山 那很多登山者他们会想来这个地方玩 但是这些登山者跟我反映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如果直接从我们的网页进去 他们会觉得我们提供的资讯太少 我们的分类不够清楚 那在这里我想提一点就是说 既然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观光的资源 不管是亲子旅游或者是现在有很多的背包客 他们喜欢自己来走步道 或者甚至呢结伴一起来这边玩 那为了要吸引这些背包客 吸引这些年轻的族群 我们整个的资讯的提供要更一化 更友善 更优化 适合现在新的年轻的族群 那如果我们自己在建制网页上面 也许要花很多的钱 那我有一个建议 目前有很多的部落客 他们呢是长期喜欢登山的人 他们所建制的这个网页 做得非常的精彩 比如说像这个登山补给站 他会将我们整个南投县 什么地方有什么好的山可以爬 他会建制的很清楚 而且每一个大山 他有做非常详细的一个说明 好像这个随行笔记也是 他们拍的照片很漂亮 然后对于每一个山林 他的特色在哪里 他也都有很清楚的介绍 所以我比较建议是说 我们的观光处可以 试着跟这两个部落客的网站 来谈一谈 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配合 那做一个连结 这样可以节省我们的经费 而且也可以让我们整个的内容呢 就是更优化这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县长也能够支持 然后呢让我们整个的这个观光的部分呢 让他更数位化 而针对南投县校长临选问题 县议员陈怡君也希望教育处 能够订定一个标准 让有心办学的校长有努力的方向 而针对校长办学若有疏失 也请教育处讲清楚说明白 才能够让南投县的教育环境变得更好 那我想就刚刚我们党团里面几个议员 提出来的一些建议 在这边也表达一些想法 首先呢 刚刚汉立议员有提到这个校长临选的办法的部分 因为没有订定非常的明确 以至于造成许多校长的恐慌 我想这部分确实是这样 因为我们在地方上也听到这样的声音 那我相信去年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我们也希望让校长安心 因为他们是第一线的教育人员 让他们知道 到底我们的领选办法的规定是怎么样 也让他们有一个努力的方向 那如果他们有做错事情的地方 也请让他们知道 他们到底错在哪里 这样子一个非常公平的 非常清楚的一个领选的结果 我相信对整个教育界的同仁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鼓励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要请教育处 在今年能够加以改善 针对普里镇安溪街道路问题 县议院陈一军也希望县府建设处 能够积极地协助公所 来完成道路恢复的工作 以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阿创议员有提到的这个安溪街 就是这个公有道路 目前地主希望能够返还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要很感谢建设处处长 他愿意在最近马上来召开一个线刊 我想最主要就是说 其实安溪街这条路 是我们外面的观光客 要进入普里市区 很多人会透过这条捷径来进入 那其实我们在我自己的服务处 也不少人都有来反应说 委员这条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 我们的公部门怎么都没在处理啊 万年这发生车后的时候是要复权了 到底是管建户还是工作 还是这个输人土地 所以我想民众的这个担忧是有道理的 所以在这里也要请我们的建设处 能够积极地来处理这件事 协助我们的普里证公所 也让我们的这些用路人 得到一种用路上面的一个安全 而针对中药商资格审核过程太过冗长 而且流程不够透明 导致申请的民众只能苦苦等候 不知处理进度 也不知道如何去改善 因此希望县府卫生局 针对这个部分能够来加强 并且针对申请内容需改善部分 能够主动地告知申请人 帮助他们能够顺利地取得中药商的资格 我们的中药商商业同业工会 最近他们在全联会召开的时候 提到了几个问题 我们在南投县总共送件有90件 但是有7件是不符合规定 目前有83件 有34件是已经审查通过得到公文了 这些拿到公文的人非常的开心 因为老一辈的可以把他们的中药的 这么好的一个养生的概念 还有我们这个古老的 这个在药品上面的一个养生的 一种精神能够传承下来 但是呢他们有问题的是说 在第一次审查之后 我们卫生局就从来就没有再去过 做这个审查的动作 以至于最近有一些年纪比较老的 这个中药师 他已经往生了 当时可能申请送件的时候 是用他的名字来申请 可是他已经往生了 所以要重新再送件 那这个第二代他会觉得很 很可惜很难过 就是说本来是很希望 有机会让爸爸看到 他拿到这个公文 得到审核 然后也可以把爸爸的这个中药商 这个中药店成绩下来 可是因为我们的审查速度不够快速 以至于让他造成这样的遗憾 所以我在这里想要关心一下 我们目前的这个进度是怎么安排 然后主则的机构是哪一个科室 这样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 我希望你们的程序是不是可以这样 如果你们去看了 那你发现他有不符合的部分 或者是有什么部分是你们还需要请市中央的 那要请这个科长或者是去审核的人员 必须要告知这个中药店商本身 不要让他们觉得说搞不清楚状况 这个部分可以吗 在本市定期会议程中 县议员陈宜君针对序幕自制条例缺水问题 校长临选制度以及观光网站不够丰富等问题提出建言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参考采纳 帮助县民解决问题 民意新闻陈伟一专题采访报道